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非常缺乏贴蓝资源的国家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韩国一直很羡慕蝕油国 为了克服资源不足的国家的局限 韩国一直加倍努力 最近尹西约总统在那个就职之后 第一次国家发布会上就公布了石油砍弹的结果 虽然石油和铁烂器的储量尚未得到确认 但成为蝕油国的期待感比任何时期都高了 今天的私交电节目 主委老子 韩国东部海域 隐藏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的可能性 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要请的西建国大学的 金旭照授给我们点评和分析 金教授你好 韩国总统尹西约 3号在龙山总统府举止以来 首长的国安发布会上发表 有关石油的问题 到底是主要内容是怎么样 背景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 一个国家的总统突然发布这样的一个重要的 石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重磅消息 我也是听到的比较利好的这样的消息 也感到一开始感到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那么3号他就认为 在韩国的东海的普向方面 东海岸海域 经过迎入湾 一些优秀的研究机构专家的验证之后 认为他那边有将近140万桶的石油和天然气 这样一个正式的对外的公布 那么之后 韩国的这个产业通商部资源部的长官安德培 也是对这样的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证实 那么他也相继也发表了这个东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计划 那么如果这个确实有这样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的话 打算在2007年或2008年开始动工 到了2035年左右 计划的要进入商业化开发阶段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他如果真的实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价值是相当高的 将当于三星电子市值的将近5倍 这么大的一个 那个是为了给老百姓介绍 就是这么比喻的 其实这个三星公司的规模 跟这个石油的一个储量 其实不应该这么说的 是的 有点这个数据是怎么算的 因为他们都说都不知道有多少量 那过去那个瓢整器时代也有过这样的事情了吧 是的 将近50多年 韩国一直是追寻着石油 当然天然气之前是有发现的 在2004年实际是已经生产开始生产天然气 加近1000吨左右 而石油一直是韩国 过去都总说我们是低利不上产 石油的这么一个国家 对石油的发现一直是基于很大的厚望 早在75年朴藏西时代 他已经是做了在东海岸这边也勘套 但是无功而返 但是这个举动还是一直没有放弃 直到70年代80年代仍然进行勘探 90年代开始撤掉 然后虽然2000年初天然气是发现了 石油这个是没有发现 所以一直是属于20多年没有提这个事情 这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件消息 如果真的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 20世纪以来 开发石油和天然气主要的案例有哪些呢 那么我们人类历史上分三个阶段 一个早清的1900年到1940年 到1950年到1980年代 到1990年代到现代 那么我们现在一般看的1990年代之后 那主要是中东 美洲 亚洲的国家 那么现在石油最多的国家 沙特 美国 俄罗斯 伊拉克 加拿大 中国这个排序的 但是一些国家到后续 也是发现了一个石油 像我跟韩国的情况比较相似的 是瑰亚纳的这种石油发泄 在2015年的时候 在瑰亚纳发现了石油之后 瑰亚纳2019年的确变成石油增产国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2023年和2024年 它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万美金以上 而且继巴西 阿根廷之后 它瑰亚纳原先是英国的 非常殖民地国家 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 那么它的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金 而且这样它就意味着 能成为南美洲第五大的富有国家 所以这意味着韩国如果真的像瑰亚纳 它是把石油勘探出来 在既有的经济规模之下 有这么富足的石油资源 那么对韩国来说 这个是非常利好的一件事情 其实石油勘探之后 有些国家成为发达国家 有些国家仍然是处于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落后国家 比方说那个Venezuela那样的国家 就是产有量比较大 但是仍然它的经济还是比较低的水平 反而就是Norway 就是Norway是产有过之后 就是变成欧洲最穷的国家当中 变成一个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就有这样的 对这也跟争执地缘关系都有关系 不过这个这次看来 就是说都不知道了 在那个在业党对次的态度 这个依虑怀疑的态度 他们为什么这么怀疑 或者是不相信呢 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 是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个消息是当然 国民来说比较振奋的一件事 但是在业党对这个问题呢 主要呢 他对针对这个近期的美国的这个ACT 他们叫ACTGEO的这样的美国公司 他的这个这个勘探的结果 还有提出的一些公司的介绍 都有些怀疑 在于这个 勘探是不是他们公司做的 之前是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去做的 但是那家公司 还有那个韩国石油公司 对对 还有韩国石油公司 已经邀请他去做的 对吧 然后呢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过去有个澳大利亚的公司呢 他就到2019年为止是一直勘探 后来就撤掉了 那么然后呢 这个今年这个美国的这家公司 ACTGEO这个公司的 他的结果是相反的结论 所以他对这个问题 还是有一定的质疑 再加上对这个公司的规模比较小 也有质疑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下 他认为呢 这个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猫腻啊 这样的一个质疑 然后呢 还有在野党的李在明认为呢 这个尹熙总统的最终的 这个支持率 国民支持率下降比较多一点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有残油 残油国家论 就意味着是不是 拉选票 支持他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选票率 跟这个有关系呢 因为他们认为 那个上次釜山的那个 申伯会失败了 但你在这样一个局中 这个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目的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那欧大利亚公司为什么扯纵呢 欧大利亚公司 这个撤纵 撤纵的原因也是不是太明确 但是呢 有一些报道呢 就说的 因为他当时认为 他实际上 2007年到2019年 这个国家公司一直在这边看他 他也找到过一些相关事业 公司合并之后 就找一个就是优化的过程当中 一些那个研究探考 看探的那个地方就是有调整 这么做的 他们有最好就是机构改革 像兼并啊 有其他很多因素都不是很明朗 就这样一个情况 那个人公司规模小 一般这个行业 听说是规模都是这么小的 因为是专家们看那个研究结果 他们只是分析 所以看来啊 个人公司或者是他们规模小 一般不怎么成为一个问题 这是那个专家们的那个一些看法 您是怎么看的 是的 就这个公司 他是现在员工有私 大概十四五个人这么一个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呢 从他的一个介绍 他的专家的组成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这个据了解 有些专家呢 这些勘探的人员 他是24小时工作 遍及世界过地 然后呢 还有他在一个是 以这个持有勘探 是high risk high return的 这样一个公司 如果你真的找到 这样的数据专家 然后呢 马上去把这样的报告整合 然后呢 进行发表 这个过程呢 他不涉及到人员的公司规模大小 看这个人的这个专业水平 有 看他的报告的话 那个汽油 还有油田跟那个天然气啊 就是开发成功率 大概有20% 这个20%是什么概念呢 20%的概念 我这个很多人以为是不是成功率只有20% 80%是这个不可能的啊 这个但是据我了解不是这种情况啊 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乌亚纳啊 他当时这个这个成功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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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率是百分之大 他当时16啊 百分之16 就意味着韩国的这个这个水平要高于乌亚纳的水平 就是说意味着这个可行性还是很大的 所以呢很多的国外的这个一个石油巨头公司呢 都觉得这个也是对这个还是看着比较积极的这个方向 那这个专家他有没有说那个韩国东海的汽油石油 呃隐藏的可能性上就有商业价值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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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这个这个负责人叫阿波瑞优 就这个名字比较难一点 他认为呢是这样的原话是这样子的 因为韩国东海汉的情况呢 他是这个具备了这个油层储备层盖层币圈 这个地质构造啊 因此呢这个要素呢构成韩国这个隐藏这个食油和天然气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呢他这他认为这已经证明了他这个这个存在的可能性 所以呢你进一步想探讨 必须是这个进行专探作业啊 你才能证实这一点对吧 所以呢这个成功率20%刚才前面也讲 已经是非常高的在国际上啊 所以呢对于韩国而言呢 他你还是积极着去这个去专探啊 这个对对现在呢我就无论是哪个政府还是很重要的 对吧 这个Victor Avril就他的专业性多强 他有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简历啊 就是过去在哪一个公司工作过 哦这个这个这个据了解他也是一个地球科学专家啊 他成这个专家呢成立在新西兰和巴西和墨西哥都很多地方的都这个做过这个相当大的这种前沿的工作啊 人而且呢他有很多的这种 1970年 2017年 2017年啊 2017年啊 所以呢虽然他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专业性呢是毋庸置疑的 看来他好像有跟中国海洋石油跟中国石油也有合作过的那个关系 Exxon Mobil工作了30多年啊 看来经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他在那个行业里头啊也算比较出名的一个研究人员啊 但是呢他的一些说法让了让就是老百姓有很多疑虑 因为我们从从来没看过这么小规模的公司能就是跟那个什么臭油啊 或者是砍砍的事情这个有关啊 所以就有很多疑问啊 这个国内和国外这个想法不一样的 专丹石油的意义你认为是什么呢 哦这个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刚才前面也讲过这个他的价值 因为你想一想现在如果这个储藏量25%是石油 75%是天然气大概是这种情况啊 即使是这样啊 如果我们如果真的勘探出来之后的 现在每一桶现在的石油就将近77美金左右 你在这个也不删很多啊最近 但是呢你这个再加起来 你真正探查出那么大的规模 它的经济的这个附加值价值是相当大的 其实石油啊就是在战略上的意义比较大了 它的产量有多少这个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能出去到这么样的存量的话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作为一个战略储备有一样的那个作用来使用 所以一般这个残留国因为这个时尚195个国家当中120多个国家是残留的 但是那个产油量当然是在这不一样啊 那这个你看这次开发跟韩国的这种合作啊 看谈当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是他必须要这个先经过国会的批准 然后就进行专探5个对吧 至少5个的那个探紧啊 去真正的在这个它的深海和这个5个这个比较认为这个比较重点的区域 把这个石油能不能提炼出来啊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需要当将近1000亿美金的这种这个国会预算 一个一个转景台啊 因此呢这个有阵痛的 国会能不能批准这个这个这个这样的问题 是需要国会的批准的吗 呃 据我了解是这样子啊 嗯 国会批准预算啊 你这个这个预算案已经很大了 那个石油公司 韩国石油公司 他们不是有一年的预算吗 按这个预算来执行这个事情不行吗 但是刚才前面也就狂 他的那个有些的主导权要提交给政府 我看的一些资料是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必须得介入这个事情 才可以这个把这个赚紧的这个这个 这个石油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有否 你验证一下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很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这个这么大的资金政府拿出来也有问题 就他必须要政府也有想法就是把外资资资本引进来去一起这个投资 嗯 这个但是能不能引进这样的战略投资者这个也需要考虑的 嗯 还有一个呢 他是如果石油真的出来了之后真正的提炼出来 预计是2035年嘛 嗯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到时候石油资源 是不是有没有这种价值 也有一堆的质疑 因为我们现在电动汽车啊 这个有很多的这样问题啊 到时候如果这个石油价格降低很多 你其实你拥有这么多石油 能不能卖出这个价值啊 比如说他现在77美金变成30美金一个一个桶 这样的话这个收支相这样一个汇率啊 和其他的因素啊 你考虑下来 这个跟油这样没什么关系吧 这个战略出油跟那个油 因为我们这个那完全要按市场经济来分析的话 当然是不核算啊 但是呢这个是战略方面的考虑的话 有跟没有是差别挺大的 那是 这个 然后这个90年代 这个油价 油价跟什么残油之间的关系啊 就是90年代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有 不过 其实跟油价没什么关系吧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假设而已 就是说整体上我个人认为 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啊 呃 你是一个产油格和不是产油格 这个是战略预算是很重大 你有这个资源作为保障 对韩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标志性的一些象征性的东西 所以呢 你有这样的好多资源 对韩国经济而言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这个是肯定的 而且旁边的日本也是很羡慕 现在韩国东这个东海岸 对吧 旁边是日 但这个区域呢都在韩国海域啊 不在日本这个 日本也是常有过 日本南部有那个油田 嗯 但是他这次这么大的一个发泄 对日本来说呢 也比较羡慕的一件事情吧 这是第七关口啊 就是还是跟日本一起合作吧 韩国南部 嗯 现在嗯 嗯 嗯 是 那这个石油跟天然气 那你觉得石油天然气 呃 商业价值是 还得要看 但是呢 这个经济的变化 世界国际环境的变化 也得要考虑 那这方面呢 就是说除了经济之外呢 政治和国际政治跟外交方面 有没有因素呢 哦 就刚才我觉得 现在这个这个海域啊 就是跟日本的这个海域 这个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 外交上的一些 稍微的 营日湾的那个地形吗 营日湾 嗯 这个这个是韩国区域 这个没有问题 但他这个海域如果 这个海域如果扩大 跟这个比较公海岸 日本和韩国的公海岸这边 如果再发现石油的话 是不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我 我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 有待我们去观察啊 好 嗯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谈了那个 韩国东部海域的一些 石油和天然气的可能性啊 希望是韩国变成一个残留国了 是啊 我真正希望韩国真正能找到石油 好 今天的社交店节目到今天就 谢谢收看 下周见再见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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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